红汤辣 清汤鲜 肥美羊肉惹人爱 这一袋就是半只羊的肉了 老板 再来一份麻烦 炸鲜茶 烹老酒 美食混搭 有点怪 就跟一个料包似的 对 对 对 自己的料包 对 对 对 逛庭院 赏盆景 乡村民宿不见外 每个果子上面的线条都不一样 这好神奇啊 本期生产有道 带您走进四川省眉山市的 丹陵县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产有道 我是石涵 现在呢 我是来到了 四川省眉山市丹陵县的 老鹅山 您看我身后 这是一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 保子寺千佛塔 而这样古色古香的建筑啊 在老鹅山可谓是随处可见 人们都知道呢 四川有一座鹅眉山 而老鹅山则是鹅眉山的姐妹山 早在东汉时期 佛教入属就姓于老鹅山 而到了唐宋时期 这里有四十八庙 三十六安 僧侣数千人 灿烂的历史文明呢 也在这里流传至今 2020年 老鹅山景区完成了资产国有化 经过几年打造之后呢 这里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 文化旅游目的地 而当地的很多百姓 也借助老鹅山景区的热度 在一些乡村小品类的业态上做文章 走上了自己的生财之路 由数据统计 2024年五一期间 老鹅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 过千人次 共实现旅游收入近五十万元 持续向好的旅游市场 也吸引了很多当地人回乡创业 在老鹅山景区所在的张厂镇 有一家小有名气的羊肉馆 虽然正在进行装修升级 也丝毫不影响经营 每天依然顾客迎门 这是今天早上刚送过来的 对对对 现杀的羊是吧 现杀的羊 这个羊差不多得是多大的羊啊 这个毛羊的话就是八十一斤 八十一斤 就是八十斤左右 对对对八十斤左右 我们都是采用的是 选用的是中港山的 这个土羊子 土羊 对 这个是腿子肉 腿子肉的话 就是我们的台塞菜 就是我们的长排菜 就是红糖羊肉 这个部分做红糖 对对对 所以这块可能是瘦肉多一点 对是吧 这块是有肥有瘦 对 李百洪是土生土长的 丹林县张厂镇人 早年在周边城市做餐饮 2015年返乡 开启了这家主营羊肉美食的小店 李百洪做羊肉 有自己坚持多年的技巧和讲究 我看您是把这个肉 现在那个师傅把第一只羊 已经收拾好了 对对对 给它装进了塑料袋 今天不用是吧 对这个要用食品来 把它固起来 然后放在冰柜里面排栓 这个是冰柜 对对对 行那咱先往里放呗 行 还挺沉 我来我来我来 这一袋就是半只羊的肉了 是吧 对对对 这个羊肉排酸要排 至少排上12小时 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 不排酸是不是它的味道 味道第一菜 第二的话比较山 比较山 排了酸的羊肉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好 而且酸味不重 而且口感会更舒服 对那像这盘里边呢 这盘我看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煮这个红糖样子的 一要排酸 也要排酸 对对对 要先放在冰柜里头 把它把酸排了 把它放在冰盘里面 就整个这个盘子放进去 对对对 现在要给它铺一下是吧 对 铺在上面 到时候边缘以后 好切 就给它平铺在里边 对 其实明显感觉您对这个 就瘦肉这个部分 是可能更在意的 是吧 因为这是招牌菜 对对对 我们排酸菜就是这个红糖 李百宏的小店 每天最少也能卖出一整只羊 这不仅得益于 他对羊肉的排酸浴处理 也得益于 他自己创造的烹饪方式 店里最受顾客欢迎的羊肉做法 一是清汤 二是红汤 清汤做法 是把大块的肥美羊肉 连同羊骨羊头等边角料 一同放在大锅里熬煮 配料只有生姜和白胡椒 主打的就是原汁原味 而烹饪红汤羊肉的配料 就比较复杂了 这也是李百宏的拿手好菜 炮生姜 炮姜 炮姜 说到这个 炮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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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自己家做的吗 对对 自己家做的 把炮姜爆一下 然后是什么 炮辣椒 炮海椒是吧 炮海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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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就有两种 这个底味挺重啊 花椒 红花椒是吧 紫花椒应该是 对 好香啊 现在这个川菜这个味道 已经出来了 对 所以其实做红汤羊肉的话 最重要的功夫 是在炮这个底料上 对对对 这个羊肉好不好吃 这个底料炮的好不好 都在底料上 对 那这个配方啊 这个做法也是您自己摸索出来的 都是自己摸索的嘛 哦 哦 豆瓣酱 豆瓣酱 这是川菜必须的 对 红油豆瓣 对 现在羊肉没进去 我都已经想吃了 羊肉呢 再放羊肉 对 现在羊肉就放进去 一圈炒一下 对 必须得让它找一下才行啊 对 外边才有这个椒 哇 所以这个夏天 在厨房里边干这个事儿 有点辛苦啊 有来买 发梦 李百洪告诉记者 他烹饪的这道红汤羊肉 结合了爆炒和火锅的元素 大火快炒 让羊肉外焦里嫩 还有了浓郁的锅气 加水小火慢炖 又将麻辣底味慢慢渗透进肉里 也让肉香浸满整锅红汤 红汤羊肉可以吃肉 也可以涮菜 把四川人对麻辣鲜香的钟爱 体现得淋漓尽致 尝尝啊 这个羊肉好吃 口感非常好 你看听我嚼这个声音啊 还有一点点脆 但是又很好嚼 越嚼越香啊 外交理论 对 而且比较入味 是是是 可以下点棉条啊 这些猪菜 这些配菜都很棒的 就当就把它当成一个火锅了 对对对 是 那就是像咱们这一盆的话 一般是卖多少钱啊 一斤一百元 一百块 一斤 一斤 用一斤羊肉 对 就是一百 两人份 两人份基本上够吃 他们从成都来的 来专门下吃过的 都是来七八个人 也吃个五六斤的这种 也吃个五六斤 对对 那个梅山的啊 嗯 还有那个红鸭啊 螺旋啊 这些甚至鸭 那些都有人过来 但是专门来品尝 我们只要早饭菜 哦 是是是 都是磨面来的 啊 除了红汤羊肉和青汤羊肉 李百洪的小店里 还有一道隐藏版的小菜 深受老顾客的欢迎 老板 再来一份八骨肉 所谓八骨肉 就是将羊骨 羊头上的贴骨肉 仔细地扒下来 再用秘制辣椒面 等各种佐料调配 简单朴素的料理 便成就了一道 让老顾客惦记的美味小菜 餐厅武士临近尾声 李百洪换了一身衣服 操起各种工具 又投入了另一种忙碌 那之前是学过装修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吗 还是就完全自己摸索 全部是自己摸索的 自己摸索 对对 哦 但是做厨师这块 以前是有专业的背景吗 还是没有 也没有 还是我自己 自己来专业 我原来在亚恩的名声 哦 在亚恩 在亚恩 名声一直在做 一直有 而且在亚恩买得特别特别好 哦 是吗 对 那个时候 我三层楼 二十八张桌子 每天都是宝门 哦 在那边就是一个招牌菜了 对对对 娃娃也打了 觉得 还是觉得家庭好一点嘛 在自己家里面弄 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很充实的 哦 每逢节假日 潮山会等 老鹅山的很多游客会慕名而来 这让李百洪的小店连销售额达到一百多万元 相比于烟火气十足的羊肉小店 位于老鹅山景区附近的这间民宿 则显得清雅纯净 经营者人业结合家乡物产 研究出很多别具一格的菜品 而记者与他的相遇 则是从一片茶园里开始 小心点 这个比较滑 对对对 因为昨天早上刚刚下过雨 哦 其实山上的雨水会比下面要稍微多一点 对对 因为我们这边的位置靠近雅安 它带一点雅安的气候 雅安的雨城嘛 雅雨啊 雅雨 对对 雅雨下来我们这边来了 是是是 而且周围这一片都是山 对 这边老鹅山 对 那个方向应该就是 这个是峨眉山的京顶 峨眉山了 对对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瓦屋山 瓦屋山 对对 那这个环境太好了 而且咱们这个也是一座山 也是一座山 也是在这个山上种的茶叶 对对对 我们是也是高山茶 高山茶 我们现在采茶的季节 基本上已经过了 过去了 我们现在是采些嫩叶 鲜叶 去做为一个美食 哦 就是您民宿的美食 对对 做为民宿的美食 有那个茶叶在里面 对对 茶叶作为一个原料 茶叶入菜 在很多地方并不少见 而在这家民宿里 茶叶又是如何变成美食的呢 回到民宿的厨房 厨师首先选用叶片较小的鲜茶叶剁碎 加到农家土鸡蛋里搅拌均匀 经过简单油煎 一道茶香煎蛋就大功告成了 而叶片较大的鲜茶叶 则是要丢进油锅里炸到酥脆 这是要做什么美食呢 其实现在是可以吃的 现在可以吃的 这个也虽然是成品了 我都掐一个尝一下 对 应该是已经酥脆了 酥脆了 很脆的 它的声音 就这样吃 味道还是可以 这茶叶炸了也挺好吃的 对对对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这个茶叶那种甘苦的味道 对对对 它心肠 但是很香 它心肠 这就有点像是那个 做三杯鸡用那个九层塔 是吧 也要给它炸一下 炸到酥脆 对对对 是 那咱们是准备把这个炸过的茶叶 跟什么去一起做 我们准备把这个茶叶和那个排骨 排骨 对 做成一个排骨茶叶 算是我们也是在尝试 做一个新的菜品 茶叶与排骨搭配 会呈现出怎样的风味呢 要先用老抽 生抽 把排骨腌制半个小时 再用热油炸到酥香 炒排骨的调味很简单 灵魂就在于要加入炸脆的茶叶 让淡淡茶香浸润到肉里 既解了油粒 也带来独特的味觉体验 菜肴香气还未飘散 人夜又带记者 走进了民宿里的一间神秘小屋 这是要找什么东西呢 您的民宿这下边还有一个酒窖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民宿就是以酒文化和茶文化 为主题的 对这下面我们就存到很多 我们的老酒圆酒都有 老酒 对我们家祖传的 从我祖辈开始 就是一直从事这个酿酒的 就是这个工作了 哦 那所以实际上现在也是把这个酒文化 给它带到了这个民宿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美食跟酒搭配 其实还挺多的 对对 那怎么是用哪种酒啊 我们要用这种 我们就是存的那个圆度酒 这两团都是 这两团都是的 对对对对 还有呢 看这个刚才我看的那标签 写的是65度 对65度 酒精度65度啊 对对 这一打开就 酒香啊 我都没 我鼻子都没往里闻 我就有点微醺了现在 对对对 像您说做这个菜 是必须得用高度酒 必须用高度酒 他才把这个菜油的这个味啊 可以激发出来 好 这个酒 嗯 特别像的 哦 哦 这个真的 醉了吧 这都不只是微醺了 这个一闻就就有点醉了 好 给我吧 但是这个 这个65度的酒 实时是不能直接喝的 不能直接喝的 对对对 这个后期我们还进去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要出厂的话 后期还进去狗挑 这个酒现在只能做来 我们用来做菜 做菜 做菜 对对对 那我就更期待您说拿这么高度的酒 这到底是做一个什么菜啊 对对对 我们做一个酒造器 对对对的饮食文化 而将酒文化与民宿美食结合 又能碰撞出什么风味呢 这个就是酒糟是吗 对 是我们的酒糟 今天早上高中厂里面取回来的 哦 嗯 还挺香的 对对对 味道跟酒还不太一样 对对 全色色的味道 对 它这个是刚刚发酵 但是人也没有取酒的 哦 看这里边有这个 这是高粱 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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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 盗骨壳 盗骨壳 对对 鸡是这样的 我们鸡已经摘好了 摘好之后 我们现在是把酒糟 装入我们这个一个袋子里面 哦 来来来 先把这个酒糟放袋子里 对对对 它这个要塞进鸡的肚子里面 哦 装袋子里面是为了 把它内部 对对对 内部进行 也用酒糟腌一下 对 就跟一个料包似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 先就是把它塞进去 对 塞进去 这个肚子里 塞进去 这样 这倒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啊 以前往肚子里面塞的 都是什么 香料 葱姜啊 这些 现在是把它换成了 这个酒糟了 对对 下一步我们再用酒糟 然后在面上这样 哦 给它搓一下 搓了一下 对 我试试啊 对 就跟拿盐搓一样 对对对 把它换成了这个酒糟了 对对对 里面也有酒糟的味道 外面也有酒糟的味道 哦 用酒糟 腌制半个小时 既能去腥 也给鸡肉 带来淡淡酒香 接下来 将鸡肉斩块 用菜籽油爆香 再用高度白酒 代替料酒 进一步 去腥增香 一大勺皮线豆瓣放进去 立刻川味迸发 浓香扑鼻 带鸡肉炒到半熟 还要倒进砂锅里 加入青笋和土豆块 共同炖煮半个小时 就是你还记得 我们来炒这个圆酒吗 这个吗 对对对 65度的圆酒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让这个酒 然后加入这个锅盖上 让它这个烹调一下 哦 再烹个白酒 对对对 来来来 那咱得倒在小碗里边 再小碗里面 给您倒点 我咱也倒点 好好好 这够了啊 够了 不用太多 对 不用太多 一二三咱们一块 往上浇 您浇那边 我浇这边 好的好的 好 好 来 一二三 哇 倒起来了 倒起来了 好漂亮啊 这个酒香味 加上这个鸡香味 马上就出来了 是 因为刚才还是一个 就是鸡肉的那个香味爆出来 现在加上酒的味就更香了 对对 对 结合起来了 对 它有提香的作用 是 对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咱打开一箱看看 好 这你说叫酒糟鸡 酒糟鸡 之前是用酒糟腌过的鸡 哇 好香啊 现在揭开之后啊 打开盖子之后 还是有那个酒香味的 对 酒香味 好鸡味 对对对 赶快趁热尝尝啊 对对 小心啊 有这个有这个酒香的这个这个鸡啊 有这个酒香的这个这个鸡啊 哇好吃哎 我觉得这个鸡子还更爽口啊 嗯 是 这样发展 然后我们就我这酒文化茶文化 他做民宿 然后就我们先结合起来了 一拍即合 对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 对对对对 在民宿里工作的伙伴 大多是人业邀请返乡的本地青年 他们一同发挥创造力 不仅将农特产品融入美食 还将茶文化 酒文化 融合进房间的布置 记者采访的时候 这间民宿还处于试运营阶段 但已经得到了顾客的一致好评 近些年 围绕着老鹅山文旅产业的发展 一间间乡村民宿 也逐渐显露出各自的特色 在张场镇长流新区 也有这样一座雅致的乡村院落 庭院里郁郁葱葱的各色苗目 是这间民宿最大的亮点 我看您这院里边 这种了好多的植物 有的是盆景 对吧 还有这个树 这个品种我还真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 特色品种叫金蛋子 叫金蛋子 金子的金 蛋是蛋丸的蛋 子蛋的蛋 子蛋的蛋 金蛋子 对它果质犹如蛋丸 哦就这是它的果实 对对对对 哇这还挺可爱的 犹如蛋丸 它今秋十月的时候 我跟你说就熟透了之后 就是金黄色 犹如蛋丸 所以说它叫金蛋子 就现在还没到时间 哦还没到时间 今秋十月的时候 它就成熟了 哦 川派盆景 主要的代表 代表性的植物 就是这个金蛋子 哦 对对对 它传承了是很长一段时间 金蛋子学名叫乌氏 和我们常见的柿子树同属 将金蛋子作为观赏植物 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 如今 全国各地的金蛋子爱好者众多 而罗志勇 则把爱好变成了事业 它在2012年开始经营园林盆栽苗目 在它的庭院里 有几十个金蛋子品种 其中有一株 果实的外观十分奇特 你说的是这个是吗 对对就是这个 这个好奇特呀 怎么样 是吧 它的你看那个黑色的视线状态 是吧 很有特色 这个上面有些是条纹 对对对 有些还有圆圈 你看就像一个巴在上面 是吧是 你觉得有像个什么东西 就像手串的那种珠子 天珠 天珠 我给它取名就是天珠 这是怎么产生的这种 就特别像画上去的 但实际上不是 不是的 自然长出来 对自然状态的 这也是通过 自然的力量是很大的 它就是自然演变 但是我通过了 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观察 非常的稳定 而且它每个果子上面的 这个线条都不一样 对都是独于无二的 对对对 这好神奇啊 这个可是我们通过爱好者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家里面去发现了这个品种 罗志勇告诉记者 和全国各地的爱好者保持交流 并不断发现新品种和优秀植株 是它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而每当发现或培育出优质的金蛋子植株后 就要采用嫁接的方式 把带有叶片的短支 固定在自然碳化的金蛋子针目上 经过几年的培育 优选 塑形 从而将其外观特性稳定下来 成为可以推广销售的盆景产品 那实际上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这一株 或者几株 这个比如天株啊 比较特殊的品种培育出来 它马上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复制成很多的盆景 对对对 但是需要等很长时间 它才能长出像那种那样的状态 对对对 那个都已经有两年多了 价格两年多了 今年那个价格的第一次结果 罗志勇依托民宿 发展庭院经济 盆景苗木的年销售额 约30万元 同时 它还与村集体合作 在一片矿渣荒山上 培育了4万多株金蛋子苗 采用人工除草的方式 解决了十多位 当地村民的物工问题 我爱好这个东西 首先我很爱好它 爱好有差不多20年时间 然后在无意之间的话 发现网络上也有很多 全国各地的朋友 喜欢这个东西 那我就试着在网络上去推广它 结果一拍即合 很多人喜欢它 以前我是在外面 给其他公司上班 也是类似于这个行业 我说给别人上班 不如回家自己创业 是吧 我又解决了本地的叔叔阿姨 他们的一些劳动力 是吧 剩余劳动力 又把家人赔了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很好的 是 就是相当于生活事业两不误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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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